全球連線 各位好 這裡是 《鳳凰全球連線》 我是盧琛 世衛組織 一距歐洲超過50%的人口 將在未來6至8週之內 感染奧米克戎 這著實讓歐美的疫情 和防控陷入一種膠著 不少國家是反其道而行之 為了避免經濟癱瘓 被迫要放鬆隔離規定 比如說法國 只要完全接種過疫苗 檢測成陽性的人 不論感染哪一種變體 隔離時間會從原來的10天 減少到7天 完全接種過疫苗的人 即使是陽性病例的密接者 也不需要再隔離了 法國目前擔任的確診 是連續第4天破20萬 那英格蘭整體新增的確診 也是連續5天創出了新高 特別是英國首相 約翰遜現在因為 封城派對的醜聞 喊他下台的呼聲很高 英國媒體甚至說 約翰遜在兩週之內 下台的可能性很大 今晚封區連線 我們在多方的現場 巴黎現場是本台駐 法國記者金亮 倫敦現場是本台駐 英國記者徐亮 在紐約現場 是本台駐美國記者陳寅謙 以及特別請到 美國克萊姆森現場 美國克萊姆森大學 公共衛生科學系副教授 史綠先生 可以深入地分析一下 歐美疫情飆高 封城派對眾生向 注意你的節目了 新年一時 奧米克戎變一株 不斷刷進的數據 症狀將對更溫和 與創紀錄的兵力數 令全球起有殘半 奧米克戎不受約束的傳播 潛藏的危險為之 當他找到脆弱的宿主時 仍然可以實現 新冠造成的最壞結果 而當下 奧米克戎顯然在 挨家挨戶地搜索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一個捉襟見者的醫療系統 也可能掩蓋奧米克戎的後果 在美國 駐越人數已達到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峰 其中包括大量的海童 他們中的多數人年齡太小 仍然無法接種疫苗 另外 由於一些人沒有醫保 大量感染者 因難以獲得及時救治 而成為傳染源 加劇病毒傳播 另外 易則因接觸和分拆 來自北美的快遞 在中國深圳 有人確診感染 奧米克戎的消息 迅速引發各方警惕 不排除國際郵件 存在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 如果按照總人口比例來計算 法國的疫情 甚至要比美國還要嚴重 近10天以來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連續突破30萬人大關 在英國 同樣焦頭爛額的 首相約翰遜 在深陷派對門醜聞 面對下台壓力之際 正考慮調整防疫計劃 最快在3月解除 包括強制隔離在內的 防疫措施與病毒共存 隨著新冠病毒不斷變異 不少歐洲國家主動或被迫躺平 對於多數接種疫苗的人來說 使病毒越來越相對待 季節性流感 當前 歐洲正遭受 第五波疫情的猛烈衝擊 2022年的第一週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就超過700萬例 世衛組織早前警告 按照這一速度來推測 歐洲地區超判數人口 將在未來6到8週內 感染奧米克戎病毒 在奧米克戎加速肆虐之際 多國領袖 國際組織負責人 專家及企業代表等 17號在世界經濟論壇召開首日 試圖為如何有效抗擊疫情 以及重建經濟等重大挑戰 勾勒藍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天在偉僧出席論壇 並發表事項講話 他表示 疫苗是抗擊疫情的有利武器 應確保疫苗公平分配 彌合國際免疫鴻溝 世界各國要加強國際抗疫合作 積極開展藥物研發合作 共駐多重抗疫防線 加快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初期論壇的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同日也發表事項講話 他呼籲藥廠向發展中國家 提供更多的新冠疫苗 才能讓世界擺脫疫情的陰霾 潛藏危機 新冠病毒不斷變異 如何考驗政策的製定者 躺平抗疫 如何看待奧密克戎 在歐美掀起的陣爭混亂 不容忽視 新冠變體供溫和概念 是否被低估風險值 抗疫之路道足且長 無將上下而求索 好 今天我們把主演點 放到奧密克戎 倒爆發的歐美 究竟歐美經歷怎樣的 一種真實的生活 今天請出各方嘉賓做順地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法國 請出本臺 祝法國記者金亮在巴黎現場 好 金亮我們關心的是 目前法國確實經歷著 奧密克戎肆虐的一個狀態 現在日確診是20萬 相當之高 甚至說比美國更為嚴重 所以究竟在法國當下 所面臨的是怎樣的一種 抗疫的局面 面臨怎樣的風險 大家日常的生活 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是的 卢神 那麼法國目前為止 也是處於第五波的疫情當中 剛才片子也提到了 那麼感染的主要病毒的類型 也是奧密克戎 那麼近十天以來 法國單日確診的病例 連續突破30萬大關 甚至多次逼近了40萬 那麼目前 新冠的法國累計的感染人數 達到了1430萬 按照法國人口的6700萬人來算 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感染了 這個新冠病毒 不過自本週以來 衛生當局專家就表示 是根據數據顯示 這一波的疫情的峰值 應該是已經過去了 同時本週將是關鍵的一週 那麼官方數據顯示 昨天新增的單日感染人數 是10萬多 不再是之前的30萬 或者是20萬 甚至逼迫40萬 並且醫院裡的重症監護室 的新冠患者沒有再增加 而是成下降趨勢 那麼雖然新增的患者在增加 但是重症減少了 專家就指出 這個疫情指數如果持續下降 那麼在2月到3月份 這一波的奧密克戎為主的疫情 應該會進入一個平靜期 但專家也警告說 如果繼續有變種的出現 還可能會造成新一波的疫情 那麼另外就是 法國的學校的感染的情況 比較嚴重 那麼自新年假期放假以來 已經有近1萬5千個班基因疫情關閉了 另外教職人員感染的也很嚴重 出現了這個崗位人手短缺的現象 為此教育工會還組織發起罷工 抗議學校放寬了這些防疫政策 那麼要求緊急招聘這些教職人員 獲取口罩等防疫物資 而目前法國政府的這個政策 似乎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那主要還是推廣這個疫苗的接種 那為此還推出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疫苗通行證 大家都知道 適用於16歲以上的人士 就是說你以後想進入到餐館 進入到文化場所 或者乘坐飛機 或者跨地區的這種交通工具 必須要出示這個證 那麼沒有這個證 你就別想去餐館吃飯 你也別想去電影院看電影 而你要是想獲得這個證 就必須要完全接種這個疫苗 要打完第三針的加強針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變相的 要你強制接種疫苗的這麼一個手段 那為此其實也引發了一些 反疫苗群體的抗疫 並組織了一些示威遊行等等 好 法國不光是要綠碼 還是要有疫苗的通行證 才能去一些公共的場所 我們轉往在紐約 看看目前美國的狀況 請出本台駐美國記者陳寅謙 好 寅謙 紐約這邊 首先說當地的情況 另外當然福奇作為美國傳染病專家 又是白宮首席的醫療顧問 明確地說這一波 奧密克戎對於美國人來說 恨不得是要人人感染啊 究竟情況是怎樣 當地的防疫措施是如何 是的 卢琛 那麼這一波 奧密克戎的疫情在美國 可以說是如野火般蔓延 這樣來形容也完全不為過 我們知道奧密克戎第一例 在美國確診是在一個月之前 那麼到現在這一個月的時間來看 美國疾控中心公佈的數據顯示 現在新增的病例中 超過98%的病例 都已經全部都是奧密克戎變種了 可見它的傳播速度之快 那麼截止上週天 全美確診的新冠病例數量 已經達到了6650萬例 死亡人數超過了85萬例 7天平均每日新增的人數 超過了75萬人 這個數字還是非常的驚人了 儘管有很多專家表示 這個奧密克戎變種 整體比較溫和 它可能對肺部沒有那麼多攻擊 也不會導致那麼多的重症 但是我們依舊看到 美國的醫療系統 還是在面臨超大的負荷 由於它這個確診的基數人數眾多 所以導致這個要入院 要接受治療要重症 或者是進ICU的數量 還是並不少 我們以上週天的數據為例 全美現在有16萬人 是新冠陽性的患者 在入院治療的 每天在上週天死亡的人數 也是達到1800人 這個數字還是並不低的 還是並不是特別樂觀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 像以我們紐約為例 我們紐約記者站辦公室附近 就有一個急診診所 那麼這個診所近些日子就宣布 由於有太多的醫護也感染了新冠 所以他不得不臨時關閉兩週 讓這些醫護人員去接受治療和康復 也不接受更多的病人了 我們看到紐約的布朗克斯區的一些醫護 也表示現在由於新冠陽性患者入院太多 很多人都不得不住在醫院走廊的這個單架上 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也非常近 導致在醫院內進行感染 或者是醫護感染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 現在我們看到其實包括紐約州 還有新航布什爾州等等州份 也宣布是派出了國民警衛隊 來接替一些新冠陽性的醫護 來救治病人 來接替他們的這些崗位 來彌補這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 好 有關這個病毒究竟它的危險性有多大 這個感染之後什麼樣的一種感覺 我們也進一步請出在南卡 來自克萊姆森大學 公共衛生科學系的史律副教授 好 史堯壽作為科學方面專家 我們也想請教您 這一回的奧密克戎相對上一次的 Delta來比起來的話 是不是真的是大家去傳染的這種 傳染力會更大 但是它造成重症的這種影響 可能會小一些 可能因為我也不確認 還是說因為打了疫苗之後 才會導致這種住院率 下降 所以您說看美國這個 人人可能面臨感染的局面 會帶來怎樣的一些影響 它可能就是最壞的情況 可能首先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人人可能感染的情況 可能帶來什麼影響呢 就是可能最壞的結果 可能就是現在的紐約這樣子 就是某些醫療機構 可能不得不關閉 有些學校官們大概最壞的情況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 然後說到這個毒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一直是有猜測是 它本身是比Delta要弱很多呢 還是因為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感 很多人已經感染過了 或者打過疫苗了 才顯得那個重症率比較低一些 然後關於這個呢 就是上週剛出來一個研究 我覺得比較可信的 就是5歲以下孩子 Delta和Omicron相比的話 它的那個住院率如何 那這個人群基本上沒有接種 那麼比較之後發現 是5歲以下的孩子的話 Omicron的那個住院率 差不多是Delta的三分之一 那這個就是有一定的和平性 因為都沒有打過疫苗 那就是這樣 你大致接近認為 就是它的那個毒性 可能就是Delta的一小半吧 就是這樣子 但的確傳染性是高很多 那如果是真的人人都感染的話 那就形成一種全民免疫的狀態嗎 這問還要請石教授 您再做進一步的一個解釋 那美國會面臨怎樣的一種局面 這個局面其實就是 我們從那個就是我們在 比如說下半年 或者今年夏天的那個旅行社的訂單 或者是航空公司那個數據上看 就是說是那些感染過的人 他有一個報復性消費 報復性旅遊 跨國旅遊 或者是跨州旅遊的那麼一個行為 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跨過目前的這個感染高峰之後 你會在美國 甚至歐洲很多地方看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就用全民免疫之後 大家會有一個報復性的消費 報復性的流動 報復性的旅遊 這可能會導致這個病毒 在全球的跨國的傳播帶來了風險 因為別的國家並沒有出現 這樣的一種免疫機體 在倫敦現場 我們要請教本台 祝英國記者徐亮 徐亮 在英國這邊當然大家最為關心 風頭鎮靜的就是英國的首相 約翰遜 因為是封城的當下居然在搞Party 而且不止一次 這樣的Party情況之下 也使得他的政治前途 現在打上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據英國媒體報導 在兩週之內很可能他有下台的風險 我不知道你在倫敦有怎樣的一些掌握 這件事情究竟對於他的政治前途 有怎樣的影響 其實我們現在再來看 就是約翰遜到底會不會下台 目前還是比較難說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約翰遜領導的這個王主黨內部 他們其實存在的分歧非常的明顯 甚至說可以分成了兩個派別 一個是要求約翰遜下台 另外一個是支持約翰遜繼續執政 那要求約翰遜下台的 這部分的保守黨議員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約翰遜最近的民意下滑 尤其是英國在今年5月份 會迎來這個地方選舉 所以很多保守黨議員也是擔心 是不是這個唐寧基首相府的派對醜聞 會影響到自己所在的一個選區 他的一個支持率的情況 因此他們也是致信給國會在 也是致信給保守黨在國會下院的這個委員會 希望就是說約翰遜能夠 希望能夠對約翰遜發起這個不信任的投票 那另外一部分就像是 以英國的外交大臣和財政大臣 他們為首的這些高級內閣成員 他們是非常支持約翰遜能夠繼續擔任首相的 同時他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也一直都是在替約翰遜見解 就是說約翰遜其實並沒有對國會撒謊 他已經在上週三在國會上公眾致謝了 但是約翰遜當時他也是強調 他在這個派對門當時在派對參加派對的時候 只是停留了大概只有25分鐘左右 他沒有違反任何的防疫規定 但是今天就是我們也看到 約翰遜的前任幕僚長卡明斯 他也跳出來 他就信誓旦旦地說 他就說約翰遜在向國會撒謊 就在我們剛剛連線的時候 我也看到就是有媒體報出消息 約翰遜他已經否認了卡明斯的指控 那麼現在其實在英國社會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是英國政府這個高級公務人員蘇格雷女士 他也是人稱這個唐寧街的道德模範 他也會在這一週和下週最快是這一週 他會公布對約翰遜的這個派對門的 獨立調查報告來看一看 首相他到底有沒有違反這個防疫規定 那這份報告也是目前現在在保守島內部 以及政壇大家所關注的 預計在這段時間之內 這個報告就會直接來決定 約翰遜的去留路程 好 這邊我還有在美國線上請教史律教授 史教授如何看在這樣科學抗疫的過程當中 其實政客起到的作用是什麼 無論是約翰遜還是剛剛美國先總統特朗普 又首秀在Alzheimer就召集這麼多人 其實一直在說一個事情就是這個疫情是一個騙局 那疫苗也是個騙局 對於縣政府的這個抗疫政策 帶來了很大的一些阻礙 那英國首相這是縣政府 所以您說看這個政客在抗疫過程當中 所起到的一些作用 當然那個有很多政客 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就是他包括說這個整個它是一個騙局 或者說那個就是把那個輕描淡寫這個就是這一波 比如說Omicron帶來的有可能的那個就是醫療資源擠兌 以及就是最近出現的那個臨州左詐州 它允許陽性的那個新冠陽性的那個教師回去那個講課 就是只要你沒有症狀然後戴口罩就可以去 當然起了非常壞的作用了 但是我覺得呢可能最重要的那個因素 還是就是根子可能還是在美國這個國家 它的那個公益教育從中小學 就是然後學錢教育 它在發達國家當中算是比較差的 所以公民這方面的知識和素養 它相對於新西蘭這種國家來說是很欠缺的 我覺得這個是更大的一個原因 當然政客的那個就是言行 它推卸不了責任 這是真的 好的 這邊我也想請在紐約現場 陳寅謙 寅謙其實個人也有一些體會嘛 因為居住這樣的一個社區裡面 其實究竟政客的這樣的一些導向 尤其在剛才談到了 國民整體的基本素質的教育 又不到位的情況之下 可能給社會帶來的一些極端的風險 和後患的一些影響 有沒有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的 卢晨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美國 雖然疫情還是非常的蔓延 速度非常快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很多政客 他是給出了一些新的措施 比如說我們看到拜登政府 就已經宣布現在新冠陽性的患者 他只要無症狀 那麼他的隔離期間 已經從10天減到了5天 就是說如果你哪怕新冠陽性 你5天之後你沒有症狀 你不需要拿核酸陰性的報告 你就可以返回工作 就可以返回學校 去進行一個日常的生活 那麼他們也是希望美國的社會 能夠正常的運轉下去 不影響經濟 因為現在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惡性的通貨膨脹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 那不久之前 特朗普就在亞利桑那州 舉行了一個集會 在這個集會上 他就在全力的炮轟 拜登抗疫不力 那麼他就提出了一點 那就是拜登在上台之後 是推出了一個強制接種疫苗令 這麼一個行政措施 但是這個措施就在前段時間 被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 這麼一個結果是推翻了 特朗普也指出 他是非常贊同 最高法院的這個舉措 因為他認為強制接種疫苗令 它就是一個一個災難 他認為每個美國人都有權利 去選擇自己認為 健康的一種生活方式去生活 那麼特朗普的這個言論 也是在他的集會上 受到了非常多他的這個支持者的 一個一個贊同的聲音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 現在對於美國來說 他的整個社會是非常撕裂的 在疫情下 他這樣子一種狀態 他是非常的明顯的 一部分人他們非常支持 進行嚴格的防疫 佩戴口罩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 他是反疫苗的 他是不認為要接種疫苗 也不認為要佩戴口罩 那麼現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對於拜登政府也好 對於美國的衛生官員也好 要去長期的穩定的推進防疫措施 這是一個非常不利的一個局面 也導致了包括拜登政府 他的一些防疫措施 是無法被正確的推行的 疫情確實像一面鏡子 就照清楚了這個社會整體 就兩個極端的一種撕裂狀況 我們稍後休息之後回來持續聊 一會見 好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來關注一下奧密克隆 究竟感染之後是怎麼樣的一種體驗 在人體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復原之後又是怎樣的一種體驗 這邊我們還是要請專家做生存分析 首先我們要請教的還是史律教授 史教授 我們來談一下奧密克隆 究竟他在染病之後 包括復原是怎樣的一種經歷 有實際上的一些特徵 他的傳染性在接下來 會不會有一個半衰期 是怎樣的一種對人群的一個影響 他的最重要的特徵 現在看起來也是他最可怕的一點 就是他的傳染性真的是那個 比之前的那些要強太多了 就是他的傳染性是直逼麻疹 這種變態程度的病原體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話 可能就是保持6英尺的距離 現在可能9英尺都有可能感染了 就是然後那個時間也不用太長 可能就是一個噴嚏 就是就染上了 就是 但他的那個就是 拜登政府他縮短隔離期限 他除了不得已這個因素 經濟情況不得已這個因素之外 也是有一些些科學依據的 就是說他的奧密克隆 他從那個發生症狀到那個轉陰 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整個病程要比之前那些變種要短很多 一般來說 症狀出現之後的兩三天之後 他實際上就就不再具有傳染性了 就是一般來說是這樣子 當然從那個最 可靠的角度來說 你可能還是要 最好是隔離10天 但是出於種種考慮 就是說 縮短5天也是有道理的 好 在倫敦現場請教我們的記者徐亮 在英國也是這樣嗎 就這樣的隔離的時間 也會有進一步的縮短減半嗎 對 其實英國和美國的情況還是挺下的 像是從上週開始 現在就是如果說你在家裡面 你的新冠檢測是成陽性的 但是你又沒有什麼症狀 其實政府是不鼓勵你去預約 現下的核酸檢測 你只需要在家隔離5天 因為之前是7天嘛 所以他就現在縮短到5天 那縮短的原因其實也有幾個 一個就是像剛剛這個 老師他提到的 就是這個奧密克隆他的發病的 總體來說還是比較輕的 那另外呢 就是由於很多的 就是工作人員他需要在家 維持比較長的核離 那麼就會導致一些礦工和物工的現象 在英國的社會各界 都存在這個人數短缺的問題 還有一個呢 就是從這個 1月初一直到現在 英國還有一個就是 世紀核短缺的問題 那這些種種的因素加起來 就讓英國政府開始來縮短這個隔離期 另外呢 包括現在像入境英國的這些旅客 他們的隔離期也是有進一步的縮短 到之前要清了很多 那英國政府呢 他也是計劃從這個月大概是20多號開始吧 他可能會在這個基礎上 進一步的再來放寬 現有的防疫出世路程 好 最後在法國現場的精量啊 我們想請教的是 因為確實法國現在對於 馬克龍來說 整個抗議政策的成果如何 大家反應如何 也馬上指向到接下來的大選 所以這也是對他整個政績的一個考察 那目前究竟目前的情況 對於他的選情有怎樣的一些影響呢 是的 魯辰 那麼我們知道 距離法國總統大選還有最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了 但是馬克龍呢 到法國來吸引了多少外資 然後創作了多少這個工作崗位 那麼這一切呢 都是在為他的競選鋪路 但是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呢 其他的這個黨派其實也都已經 這些候選人呢 其實也都已經開始了競選造勢活動 同時呢 很多黨派也利用在法國這個 防疫措施上的一些問題呢 來攻擊馬克龍政府 例如在這個疫苗通行證上呢 雖然通過了 但是呢很多反對派的這個議員呢 在國會是提出了抗議 並且要控告這個通行證的這個法案 另外呢 鑑於這個目前學校的這個防疫的這個這個破綻呢 所以很多議員也是在攻擊這個教育部長 其實就是在攻擊這個總統馬克龍啊 另外還有這個 鑑於目前這個疫情的熱門和各界所關心的話題呢 還有這個法國的醫療界呢 還呼籲這些總統大選的各位候選人呢 就這個法國健康體系的未來進行公開辯論 而根據民調顯示呢 這個馬克龍目前的支持率呢 仍舊是排在第一位 陸晨 好 非常感謝各位參與節目 告訴我們目前歐美整體 應對奧密克龍的現狀和真實的生活狀況 好 感謝各位收看 再會 別忘了 更感謝各位 我沒有 會 觀察